你先做好再开始吧 是啊 你是不是要开始呢 你努力嘛 这是傻傻啦 好啦 哈啰 欢迎收看傻傻傻啦 你好 我是Jayette 潮明 你好 我是Wiyon 关翠文 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就是因为 2月4号是我们求婚的一周年 所以就想说 趁着这个日子就要把那影片呢 重新呢再给大家看一次 可是如果就只是从上之前 那个影片的话又没有成功 所以当然一年过去了 中间也发生很多事情 我们就想说 好 那就拍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一年里面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一起来看一下那个求婚片段 好 好 这就真的 很害羞 好 你看2月4号有记录的 2月4号有记录的 2月1号有记录的 是哪里的啊 对啊 我要拍照吗 拍照啦 拍照啦 不要拍照 好学 好 紧张时刻 原来我发型没有变 好 先停一下 好 其实在这边 我必须说 我的头发其实真的帮了我很多 因为我头发完全挡住我 没有人在意你的头发好不好 他完全挡住我两边的视线 所以我真的没有发现你在做什么 就是你已经蹲下去又站起来 而且我都看不到 因为就是完全挡住 然后其实你为什么又蹲又站呢 因为没有经验求婚 你知道吗 第一次 然后其实我跟你说 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 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男人要求婚的时候 无论你平时是做哪一行 就算是你是在一个大舞台 大老板就是有很多丰富的经验 然后当你要下跪你要求婚的那一刻 其实 你们女生完全体会不到的 那个感觉就是 也没有办法体会到 落落韵的那个感觉 因为其实还在求婚之前呢 当然身边有很多朋友催婚嘛 所以我们常常会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稍微聊到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要再大庭广众跟我求婚 然后你千万不要搞很多的气球啊 鲜花啊 然后很大阵仗啊 然后 我只记得他说 我不要本论啊 我不要后面有bank drop 有什么 然后有人出来 我觉得这些都不需要 这样子 然后千万不要唱你自己写的歌 因为我觉得 没有唱歌是ok的 可是我觉得 你唱自创的歌就有点尴尬 呀呀呀给我 我就说 以上这些都不要 所以他在想 到底要怎么求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整个过程 对他来讲 就比较挑战啊 对 因为你给我很多那个restrict 就是到底要怎样 不能怎样 然后你说想要朋友 然后之前 我有想到在家里求婚的 因为 就是找你的一些朋友 对 因为那段日子就是我们家 新家在装修 可是因为进度有一点慢 所以 因为装修物质那时候还没有完成 如果要完成的话 应该要多一个半年 我自己有猜到 他可能会要求婚 是会在新家好的时候 就是可能新家装修好了 拿手指导 开门进去的时候求婚这样 只是因为像他讲的 那个新家原来就是要弄很久嘛 所以他就打消这个念头 所以我其实去旅行的时候 我没有太多的想求婚这件事情 过后我就想到 不如去旅行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旅行 到时候我就在计划说 到底要去什么地方旅行 就是浪漫的来 就比较没有人打扰到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 其实这个技术的问题 又很麻烦 因为如果是我们两个人 我要怎样去设计 要怎么拍 然后要准备那些东西 全部有一个人准备 然后结果我就想 我们两个都喜欢去日本 然后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学 所以我们就 没有 我有看过 我有看过学 早讲嘛 早知道 你是第一次看到学 对不对 所以你来讲就特别有意思 有意义 而且你还给我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巴士一下的时候 有吗 为什么我们不要跟着人群 一起去看那些风景 怎么样 然后我还要再想那个片话 就是说 当然不要我们先爬上去看 我们拍美美的风景照 拍完了过后他们上来 我们再下去就没有人打扰到啊 对对对 我们拍照越容易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跟团上去 那个景点的 然后其实照正常的路线来的话 是先看房子 然后再上到高山上一个点 拍照看景 那我觉得我也不宜有他 因为他讲的很有道理嘛 我们就不要跟别人认及人 然后我跟你们说 我上到去过后呢 我不可能一上去就立刻杀机 就跪下来求困 还是有酝酿一下 所以还要酝酿一下 拍一下风景照 结果有人开始上来 我就把他抓着他 走上斜坡一点的地方 比较没有人的 然后刚好那边有一些 远处有一些小小的工程 然后他就说 不要上去啦 上面能够上的嘛 然后我就 我整个人就是要 昏掉了 我很想跟他说 我要求婚啦 快点上去 我又不能 结果就拉住他的手 我说来来来 陪我拍一张照 硬硬去这样 硬硬扯他去 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是有点危险 因为我怕他说有危险 因为他毕竟有拉起那个 有拉一条线嘛 其实他晒了那个机之后呢 我就去拿雪嘛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要拍照 可是他因为就是在拍影片 所以当我知道我播完那个雪轴 他没有拍影片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我就转身去拿雪 然后转身去的时候 他就跪下来 然后所以我就很吓到 我就很吓到 OK 接下去看 然后超多朋友笑我去 就是我一直 就是 这是原来当下你是什么话都讲不出来的 很想马上跳去后面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好啦好啦 我们不要再看了 我觉得这个丢点了 继续 我觉得你不要走来 这个没有人的地方 就有一点小小的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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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求婚这件事 是我们 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所以我知道你想要 朋友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 在这个环境跟 现在这一刻 是时候要跟你说 因为 你看我不懂我自己在讲什么 然后谢谢你 了解我的脾气 还有接受我的缺点 接受我的缺点 接受我的缺点 哇 几浪 你看这句话 一叮中片的 我现在全部忘记了 结果你原本的那个稿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不记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 其实有一部分 我不懂有没有讲到 然后我要提一下 OK 然后就是 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我不是那种很浪漫 做很多东西的人 其实我每一天都跟他说 我们两个人一起是 那一个生活 那个生活 而不是说好像 那种浪漫剧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浪漫剧 就太过浪漫 偶像剧 对 偶像剧 所以令到很多人 就是在求婚 还是怎么样 做到一大堆 很梦幻 很梦幻 很不真实的东西 对的场景 所以我觉得 简简单单 开开心心 大家彼此之间 可以体会 所以其实你那个 说话有讲到吗 你觉得 重点也都有讲到 有啊有啊 就加给我三个字吗 因为其实我是真的很 很看重的一点 是那个求婚的台词 然后后来呢 接下去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大家都在笑我说 你看他很紧张 把那个手套脱下来 立刻脱下要戴戒指 其实不知道 我要澄清 现在这一刻 是时候要跟你说 因为 你明明就是准备脱手套 要戴戒指 因为其实我那次要戴 他已经念我一年了 他说他要澄清 一直讲要澄清 因为他一直提醒我 那个头发挡到啦 因为毕竟我们是最行的嘛 所以就知道 我们拍这个影片呢 如果我全程 头发挡到脸的话 就看不到我的表情嘛 对 而且他跟我要求过 你求婚的时候 一定要我在 化妆的时候 不可以素颜 他说如果素颜的话 我会打死你 这样子 奉劝手正在看片的男生 真的如果你要求婚的话 请你务必在 你的女朋友有化妆的时候 拍影片跟求婚 因为这一刻 你一定是要记录下来的嘛 那如果你在你的女朋友 就是比如说刚睡醒啊 或者 正在睡觉睡到一半啊 或者是 拍醒他 或者是 他就会杀掉你 或者是素颜一个 在家里面穿的 穿睡衣的时候求婚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 有一点点的不贴心 不够贴心 那要再加分一点的话 就是让女生漂漂亮亮的 因为毕竟这个影片 你要看很多次 要看很多年哦 这个脱手套的事情 就是 其实 你在脚麻痹吗 我脚很麻痹 那脱手套的事情是这样子 我自己讲好了 因为我其实有点伤风 像来鼻子有过敏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在山上呢 又冷嘛 所以我就脱掉手套 要拿纸巾来擦鼻涕 其实是这样的 并没有觉得说要快快的 准备要戴戒指 虽然我觉得 这个我一定会说是 不过 我更加期待的是 她到底会讲什么话 那我在等的是那个时刻 所以这一年里面 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本来当然是打算在 去年2020年的时候 就办婚礼的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就整个延后嘛 那来到2021年了 我们的婚礼 好像还是看不到 可以办的可能啦 因为办婚礼的初衷 是希望可以大家 开开心心 对 来庆祝嘛 我们两个幸好都有那个公式 是说暂时各自一下 对 因为其实讲真的婚礼 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 应该是从小到大都 都憧憬了一件事 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会因为遇上疫情 我这辈子可能 都办不到婚礼可能啦 又或者是到可能 可以办的时候 我已经快要40岁 这有一点懒惰 就是 我觉得我怕我身材 还没有办法维持得那么好 怕我保持不到那个状态 所以也有可能没有办 那现在来讲还是一个未知数啦 但是我们的确非常确定的是 延后一直到疫情好转 如果有其他最新的消息啊 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我们也有尝试要去就是 注册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本来也是打算 有过很多计划都一直 Plan A Plan B Plan C 一直变来变去 就因为那个MCO啊 还有各种的restrict 像我们本来打算 可能去一个海边办一个小小的party 但是后来又也是一样 想到疫情跟有一些限制 我们也不能夸州等等 所以这一切也是不能做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从求婚到现在一年过去了 我们只有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搬了家 而且真的很快过一年 对 一年很快过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就是 疫情过后赶得上的话 我们结婚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会专门做一集影片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花絮的影片 就是其实当下我们求完婚过后 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你逼我拍的那个 对我们有互相问了大家当下的感受 我长这样大第一次看雪耶 她好开心耶 我长这样大第一次看雪耶 她好开心耶 我长大第一次看雪耶 她好开心耶 她好开心耶 好美啊 哇 好棒啊 今天玩到如何呢 今天玩到如何呢 我玩到很开心 因為嘛 一直拿這個 因為嘛,去到那個 是很美 然後 可是覺得 蠻可惜的,現在的冬天都已經很 很熱了 就是雪都融了 而且 本來應該是負十多度的天氣 但是我們去到的時候其實是七度啊 八度、九度這樣子 所以他們講是暖冬 但是就覺得 就是文字上映的問題 覺得蠻擔心的 怕以後,等到我們下一代都沒有雪景看了 像你今天,你求婚的 心情怎麼樣呢? 很開心 因為你答應了 如果你不答應了 在高山那邊,就往你下去了 可是你準備了多久? 呃... 準備了 兩個月 大概 之前一直有想 但是真正去行動要買戒指應該是 大概一個多兩個月 因為這一條水,我跟你講 每一次我要製造驚喜,他都會踩穿我的 所以呢,這一次我是 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拿那個戒指那一刻呢 然後... 他是沒有想到的 他是那個表情是很驚訝的 對啊 可是我以為是很感動很感動 結果沒有 因為你太緊張,你都沒有講話 我們兩個都笑死了 可是真的很開心啦 其實我一直不會講這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 很多時候我都行動上已經證明了 還講個屁啊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說 可能... 要找一個很容易記的日子 但是我覺得每一次用自己找我 又好像不管用 那以後要祝福的時候呢 就他會附帶著什麼日子 就好像青年節 那個點就有一點分了 然後... 可能是... Christmas 因為之前我們一起的... Anniversary Anniversary 都是Christmas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找一個... 比較不同的日子 然後最主要... 其實我今天緊張死了 因為我排這個行程 就... 當中有一點點的... 小插曲 不懂要來還是不要來 嗯... 因為... 這個肥炎啊 然後還有... 你的狗 就剛剛... 離開了我們 嗯... 然後我覺得你的心情沒有很好 那時候我還在問你說 要還是不要 嗯... 然後... 我一直在觀察... 觀察... 觀察... 最後那兩天我覺得 你的狀態比較好 那我才決定去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這個求婚的影片的話 下次我再求 所以你首先... 同一個人啊 所以你首先... 要去按那個什麼... Subscribe 嗯... 然後龍龍這樣子 謝謝你們的耐心 Thank you 謝謝大家觀看這一集的影片 然後呢... 我們下一集再見了 是的 趕快去Subscribe 手哈手哈啦 Share Like然後分享出去 Thank you Bye bye 拜拜 那我們呢... 尋小兩人一起呢 就拍一條影片 這樣... 即是定期拍片上... 這個YouTube頻道的 那... 就... 今天難得呢... 阿冠水就提議 叫我設好頭 然後他就說要拍一個影片 但是我完全是不知道什麼事來的 你不要這樣子的 我完全知道清楚和了解是發生什麼事 That's a bit 這種字幕都會撥 showing你 你不再談一次 在網站上的朋友 你不再談一次 感谢观看